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频道 今天在讲任何新闻之前 要讲一讲我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又有艺术来英国开演唱会 这次这个就真的坚期待 因为每一次有艺术来开演唱会 都会有一些工作人员也好 粉丝也好都会跟我说 什么时候到他来呢? 没错, 他终于来了 就是方浩文 小明 他将会在伦敦举行一场演唱会 名为How are you London? 这一场演唱会暂时的售票和日期 还有在哪个场地都没有公布 只是知道方浩文是会来伦敦开演唱会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只有一场的关系 所以就应该比较难搞了 很难买票 想看他的人本身已经是特别多 而他又只得一场 这一件事就更加珍贵 所以如果大家想优先买票的话 他现在的主办方华通娱乐那里 如果你去subscribe他的newsletter的话 你是有机会是可以优先扣到方浩文的票 我也觉得是很值得买 还有他只得一场的话 其实下一次再有机会是什么时候呢 还有他可不可以 因为他唱的歌是我们特别有共鸣的嘛 那这些歌我们又可不可以有其他机会再听到呢 这个是一个完全的未知之数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又喜欢方浩文的歌 又喜欢可以在伦敦大家一起去现场听他的演唱会 千万不要错过了 Anyway 今集究竟要跟大家说些什么 事不宜迟 马上去片 我说你英俊啊 不是啊 你明明刚才说他肥的 谁说我肥 走鬼啊 好了 那这一条不能说的照片的丑闻 是 就有最新的发展了 今天就真是厉害了 那个发展是估他不了的 完全跟昨天是一个180度的U-turn 在外加几个G折下去 现在整件事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泥章摔角 已经搞不清楚 哪个对哪个错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首先呢 我们昨天讲完那篇新闻之后 松太就已经在Twitter那里找到 那个疑似这个presenter的所谓那一张照片 是 因为昨天就是说那个妈妈就去投诉BBC 是 那里面就是因为他在他小朋友的手机里面呢 就找到一张 类似是 是在Zoom中的那些 的照片 就是在Zoom中夹出来的一张会议的照片 而当时这个男艺人呢 就是穿着底裤这样的 就是穿着内衣服 已经准备定 就去准备等他的小朋友为他表演 没错 但是呢 我们昨天就看到一张疑似是这个男艺人的照片 流出呢 因为这张照片真的不能放出来 其实我也找了很久才找到的 它是后面的屁股 就拿露整个静脱的褲子 拍着后面滑滑滑的屁股 然后那个样子呢 就这样轻轻面 看着后面的镜头的 是 就是背着镜头 轻轻面看着 那就露了屁股 那就没有底裤 没底裤 是的 那跟这个妈妈的正宫呢 有点不对 是 那坊间就有说 它可能是一个deep fake 就是可能AI图啊 又或者是移花节目图啊 那这个现在没人知道是真还是假 那张照片是不是真还是假 都没人知道 那昨晚一直呢 就传得非常之劲 就是说肯定是这个的了 因为照片也有出来 真的是嘔心啊 恶突啊 那样东西 那但是一到今早早呢 突然之间没人知道 静了 静了 因为松太一睡醒 第一件事就查 究竟今天是不是肯定了是他 有没有更新的资料 你知道那些网民的花生 是24小时没有间断食的嘛 是的 那我找不到啊 静得很紧要 静到整个下午都没有 这一宗新闻的进一步消息出现 那松太就已经觉得很奇怪 如果真是他的话 那到现在的时间怎么会还没发现到呢 是的 就是已经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说照片也有了 没理由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因为昨晚都传到这么瘋的时间 你今早有什么可能没有 就是你一件小的事已经发烤到这样的地步的时间 已经出了烟箱了 怎么可能是找不到才行的 这个已经是很奇怪的地方 第二件事就是昨天其实我们说错了 就是他不是由14岁开始到17岁三年间 而是由17岁开始就和这个男艺人有交易 直到他20岁 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妈妈去指控这个男艺人的这个时间 这个小朋友其实已经不是小朋友 而是一个成年人来的 而当年他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是17岁 那我想问其实17岁你是不是真的还可以界定他为小朋友呢 一个妈妈应该会这样称呼他自己的子女 但是外人应该不会 因为小朋友 现在17岁是小朋友的话 那应该理论上就不应该可以合法有这个性交的 是的 但是他是超过了16岁的合法性交年 没错 但是应该卖咸相呢 就应该不行的 是不行的我查了 因为我以我这么多年资深看涵网的经验 我是没有见过一个涵网是会标榜那个人是16岁或17岁 那是没可能的 最低限度一定是18岁的 就表明一定是18岁的 所以我都挺深信是要18岁你才可以在网上面埋弄色情 没错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但是17岁是不是真的是小朋友 还有他还有多久才是18岁呢 他可能明天是18岁呢 那他算不算是17岁呢 我真的不知道 那这个就引起另一个问题就是 当初他是怎样 第一个途径是怎样接触到这个男艺人 那昨天Twitter就跟我们说的推论一样了 都是应该是靠OnlyFans这类型的网站 是 那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肯定到他由OnlyFans 卖照片给他的话 那就是OnlyFans没有尽他的责任 去核实这个用家 对了 就转到其他地方了 对了 就没有核实到这个人究竟是不是18岁呢 因为这个其实某程度上那个男艺人是打得掉的 因为他是上去这个网站 不消费 给钱这个网站消费 等于我看YouTube YouTube就传了一些视频给我看 嗯 那我怎知道YouTube给我看的东西合不合法 是啊 你放在你个合法的平台 Suppost就应该是合法 对啊 那你端猜你都不会在YouTube上看到一些 就是强奸、杀人、在那里吸毒 教你吸毒这类型的 你应该是要Block了 你自动应该Filter了 是啊 那我看到不是我的错 就是正如这个人他上这个网消费 或者再退一万步说 以前香港这么多人买老番碟 对吧 大家有回到51年多都买过的 不要告诉我说没有 大部分九成 怎么也有一成没有的 我相信 我是有买过的家 小时候那时候 但是你买不犯法的嘛 是啊 因为我是消费而已 但是你卖的就是犯法的嘛 其实就是差不多道理了 我不可以exactly说一样的 但是对他来说他只是消费行为 那个责任就转移了到网络 那个网页身上了 是啊 这间公司没有尽他的职责 去核实他的年纪 就让他卖这些色情照片 然后还跟他联系到这个客人 去做这个交易 那本身这个不道德就不仅是男的人了 就是这个网络公司 是有负很大的责任 那你不难predict呢 整件事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的话 那你的矛头就是指向这个公司 提供这个服务的公司 那这个其实已经是直接 和那条online safety bill 是有关系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做好age verification 那那当然要做 所以就要做 所以就要做 就是要去 整件事很合理 整件事因为有A所以有B 讲完 好了 但是事情并非是这样发生 今天的事情就是一个峰回路转 这个被称为受害人的小朋友 17岁现在20岁的小朋友 现在是用young person来形容的 现在是用young person来形容的 这个年轻人 昨天还是小朋友 今天就变成年轻人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可以跟大家说 小小过看你 昨天就变成年轻人了 今天就变成年轻人了 这个年轻人 他就出来 就说 他直接发了一封律师信 一封legal letter 找了一个代表律师 就向媒体说 这个太阳报的报道 是不实的 他妈妈的指控 是一个不实的报道 就是一个不实的指控 根本整件事就不是这样发生 从来没有这个妈妈所说的事情发生过 但是这个女生 不是 又说错了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是没有否认过有交易 没有否认过有卖咸相 没有否认过认识这个艺人 他只是否认他妈妈说的东西是事实 他说没有任何不合法的东西有发生过 那现在这个就变成了口同鼻咬 那究竟为什么他会请了一个律师 然后说了一篇这样的公开信 就是一个 legal letter 传出来 是啊 然后他是这个妈妈的女儿 不是 sorry 不好意思 那个年轻人 这个很乱 我的脑子的gender呢 已经搞不清楚了 那他是这个妈妈的小朋友来的嘛 很少人这样说话 他那个小朋友 救命啊 现在连他的年纪我都有一点混乱 那么照道理上他们是否应该沟通好了才出来说呢 这件事 因为其实是有点乱的 因为那个年轻人说他是周五就已经写了信 去这个报章那里叫他不要出这个新闻的了 那就是周五已经有这个律师了 那就是他一早已经知道这件事发生了 但是那个报章继续推这个新闻 那么那个报章也有问题而已 那就是一个恶意的假新闻 如果是这样说的 是啊 但是呢 这件事的发生真的多得太重要了 昨晚我们做完节目之后呢 《太阳报》又出了另外一个breaking news 就是说 这个男艺人 在这个报道出来之后 很快在同日 就是上个礼拜五 就打了两次电话 找这个事主 Emergency call Emergency call 打电话又入入急证室了 就问他what have you done 这样 那么就叫这个年轻人 就不要给他妈妈乱讲话 还有就出来澄清 帮他澄清这件事 是 但是这个妈妈就叫那个男人 就不要再骚扰他们 是 那么就完结了 就是昨天那个新闻 是的 今天就再爆出来 这个年轻人就出信去反驳他的妈妈 总而不是一封普通的信 是一封律师信 但是到今时今日为止 我们都是连他的性别都不知道的 是的 其实他是一个成年人来的 现在真的知道 那为什么不可以知道他的性别 或者他是什么名字 或者是什么呢 有网友就留言告诉我 说这个是一个 都算是一个private来的 就是一个私隐 他可以不公开 OK 他可以不公开 但是他在这件事上面 他不公开的话 他是不是引起更加多奇怪 其他人的揣测呢 是啊 因为今天也有其他新闻 有一宗新闻就是有一个学生 就用刀插一个老师 是 就令到老师上了在学校的走廊里面 现在就告那个学生谋杀 是 但是那个老师的性别 和一个男学生的性别 都是 即时就在报纸上出现的 是的 这个男学生也是Under 16的 那我想问 为什么他们的性别 又可以就这样公开 是的 而这一宗的性别又不能够呢 就是 不是 你是一个私隐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你做的事是不是完全不一致 我觉得 即是怎么样 那个统人是一定要知道的 统人那个就要知道的 这个性侵的就 不是 有关于性罪行的就不知道的 我不是很分得开 什么时候要知道 什么时候是不可以知道的 好了 当看完今天 一个这么震撼性的报导 一个是过几钟头前的新闻 第一件事 让你联想到的 就是其实我和松太 今天下午都有研究过 到现在目前为止 你都不知道这个年轻人 喂 大哥 他那个身份是非常之神秘 是 这个男艺人的身份 也都非常之神秘 是 连这个妈妈的身份 也是很神秘的 是 究竟整件事是怎么砌 完全是一件MeToo事件 是没有任何证据 没有主角 没有主角的MeToo事件 是 就是你拍一部电影 那你都要有人物的 现在是没有人物 现在只有剧本 还有有角色 但是是没有人物的 OK 我们现在是在看剧本 有对白 哈哈哈 你已经想不明白 究竟这件事 是不是一件 凭空想象涅造出来的 一个科幻剧情 会不会是AI 就好像Black Mirror的故事 是 就是造出来 根本就不存在 那接着看完这宗新闻 她说她公开信 否认了这件事之后 就更加怀疑 究竟全件事 是不是真的呢 是啊 好了 那当我们怀疑 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之際 阿妈又出声明 又出声了 阿妈和爸爸 来来回回 back and forth 哇 真的非常精彩 那去到太阳报的留言那里 不是太阳报 有头版说 说阿妈说 知道那个女儿 不是 不好意思 我又说错了 知道那个年轻人呢 就已经是出了一封这样的公开信了 是 阿妈就反驳说 首先 她是stand by 她自己说的一切 她说 她那个年轻人的子女呢 是受到迷惑的 是受到这个男艺人的操控 所以才会作出这样的反应 是 同时之间 这个妈也指控反驳 就是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她那个年轻人 子女 是有钱可以请到律师 那些钱从哪里来的呢 妈妈不是说了 妈妈有没有听书的 有三十几千啊妈 那也请不到律师吗 那就证明了 她不是真的拿去吸毒 如果拿去吸毒 哪有钱请律师啊 就是因为她不是拿去吸毒 所以她就有钱请律师了 那究竟哪个真哪个假呢 现在你 你觉不觉得是很多烟幕呢 是扰乱你的视线 无论你在男艺人那里 男艺人个个出来说不是自己 甚至乎还要 告回太阳报转头 说她聂造新闻 对啊 BBC Radio那个 对啊 BBC Radio那个 那已经是一个很多的烟幕了 因为你都不知道究竟是真还是假了 那个子女 那个年轻人又出来否认这件事 那个妈妈又出来坚持说有这件事 但是那些有点前言不对后语 哇 非常之多 以往好像是想掩饰其他的真相 是啊 那里面也有些重点的 那些重点呢 就没有在那个 即是她的新闻里面 用一个很长的篇幅讲解 但是呢 其中一个第一 就是7月10号 即是今天 嗯 今天第一件事呢 唐宁街做了些什么 就是政府啊 政府就发了一封信 发了一封信 公开谴责那些社交媒体 就乱禁去指控去捏造一些事情 或者去估 就是估究竟是谁做了些什么 嗯 突然间剑指社交媒体 我想问 为什么你会剑指社交媒体呢 是啊 第一这件事是BBC新闻 或者是BBC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些艺人的丑闻 是一个民间的事 是个别的事件 是啊 为什么政府会在这么短时间内有这么迅速的反应 还要谴责 社交媒体 而不是谴责太阳报做新闻 是吧 嗯 你要谴责是不是谴责太阳报呢 是他报出来的 他有没有核实过 有没有证明过的材料呢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是谴责社交媒体呢 这个媒体里面是没有详细交代 为什么是谴责社交媒体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需要留意 第二就是 我去到太阳报的时候 又看到另一件事就是 他们这个对话 比如这个男艺人 和这个年轻人的对话 全部 他说全部 都是经过WhatsApp进行的 Another keyword Another keyword 三样东西 Age Verification Social Media 这个WhatsApp 全部一次过 串销三兄弟 吉马齐斯 Barbak 但英国人目前来说不是这样想的 以我所知道 他们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烟磨 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是似是而非 是荒谬到一个点是正常人都不会相信他们任何一边说的东西 现在基本上是 就是乱来他们可以用 是 但是问题在于 为什么要乱来呢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出来 无论是真还是假 这一件事爆到这么厉害 这么多人去讨论背后有没有其他目的呢 现在开始大家觉得是有了 那是从三个方向去想这一件事的 第一可以很直接 很简单地想 就是这个妈妈是不是出问题的地方 就是比如这个妈妈呢 她就是看到她的子女年轻人 就收了很多钱回来 同时之间她又不知道她合法还是不合法 她就可能见到有个这样的男艺人 在她的电话里出现过 她就assume了整件事的来龙去墨了 是 然后可能这个妈妈呢 是有点贪钱的 就是她是为了将这一件事卖给新闻报纸 嗯哼 就谁出得起钱 她就去卖给那个机构 所以她就先找了BBC 是的就想可能是 可能疑似是一个勒索事件 是 就是可不可以算是勒索 总之就是喂 你现在只有这样的东西 你是不是想掌握 你不想掌握的话 就是你想掌握着她的话 那麻烦了 货水了 出个假了 那类似这些 可能BBC没有反应 是 那接着就去找太阳报 去太阳报 太阳报说 这好东西啊 这件事够爆了 那出了个价钱 你不知道的这些东西 哪个智识 没有人说的嘛 这个是最容易 最合去合理化的这件事 是 因为此其一 好 第二样东西就是 因为今天是一个很敏感的日子 今天是肥波波要将她所有的WhatsApp 她的电邮记录 全部呢 在没有遮盖任何information的情况下 要交给 全交 全部交给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 而今天她是没有做到的 就是她是没有将这些东西交出去 今天是个deadline 她没有交到 那本身如果没有这件事的话呢 肥波波的样子 就会在各大报纸的头条出现的了 但是现在你上去的各大报纸看看 她的那件事最最顶了 已经是排到她的第五第六第七行 那么上下了 就是一个很细细的新闻在后面的那么多 那么在推特上已经在说了 就是救了肥波一命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就令到她的那件新闻 就被河蟹了了 那么会不会是为了掩盖她这件事呢 因为其实是有原因是这样说的 太阳报和这个Times 都是梅度的这个传媒机构 就是梅度是老板 而梅度就是比较亲这个保守党派 而BBC也是一个比较亲保守党派 BBC是曾经支持的一个高层 就帮肥波波不知怎样去借了一笔钱回来的嘛 当然那件事又是一个没有实际证据的指控 究竟有没有犯法各样东西 没有人知道了 大家只是想吃下花生而已 哦她找了一个BBC的高层帮她借钱 就是这么多了 那就是她和BBC本身自己可能都有一些千丝万缩的关系 那么问题就是会不会是根本这两个party The Sun和BBC和保守党是三个是合成了一场大龙凤出来呢 这个我纯粹推测OK 纯粹有段古武农府 那么但是问题是她要掩盖些什么呢 这个才是个重点 是不是真的是肥波这件事呢 我觉得未必是 因为肥波现在是被打击的对象 我昨天都有讲过啦 前日但是前日之前几个礼拜有讲过 不断是追击肥波的嘛 而保守党里面我不觉得是有一个力量是在掩护着她 如果是掩护着她的话 我觉得当年Sunak就没理由这么容易可以做到啦 就是这么多的事就不会这么容易可以发生啦 整个COVID再到BBC这样blame下去 也都不会全部怪责了她一个人 还有她的支持者身上 所以我觉得用这么庞大的力量 去掩盖她一个人的一宗新闻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如果是要掩盖她之前那些要下台也好啊 她之前又说什么说谎 那你不会掩盖那些派对机那些 那未必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可能那些email和whatsapp里面 真的有很多东西是影响到现今的政府呢 那可能真的要掩盖的 那都未必完全没有道理的 有这样的可能性啦 但是问题是你想想你是把BBC的地位和信誉 是直接打击 踩到谷底 踩到谷底 有什么理由 如果BBC是自己人 你怎样可能将她踩到谷底先 你会不会这么大牺牲呢 我觉得不会啦 你要找个第二个明星去搞啦 你不会找个自己的亲生仔里面 找个大明星来搞这件事 拉不到啦 拉不到啦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是为了避免肥胖呢 我觉得是太过牵强 好了 接着现在第三个猜测 这些猜测不是我想的 是英国本地人自己觉得是这三个猜测 第三个猜测呢 就是原来在去年呢 就有一个保守党的议员 一个高级议员是被警方抓了 就怀疑他性侵某一些人 但是呢 又是不说名啦 又是没有性别啦 总之就说是保守党的MP 那也都没有说他性侵了哪个 又是不知名的 但是呢 他被警察拘捕了之后呢 他是保释过四次的 是的 那有人说呢 其实他的那宗新闻呢 就应该是 在这几天里面是会爆出来的 是的 就是会identify 究竟是哪个人呢 他做了些什么呢 那就会引起更加大的牵延大波 因为这样再爆下去呢 保守党那个诚信呢 就真的会崩溃 因为他现在已经要做很艰难的事情了 之前那些五个Pledge 十个承诺 十五项建议 那我们都遇到过 不再在那里遇到 那就是因为要遇到这一件事 所以就利用现在这个烟幕 就去盖了那一宗消息 那些英国的本地人呢 就觉得是这三个可能性的 那还有呢 现在这一件事最离奇的地方呢 就是警方是有介入 但是他的介入呢 就不是去起诉任何人 或者带任何人回去调查 警方纯粹是调查 究竟这件事有没有牵涉 存不存在 违法的成份 是 有没有存不存在 还有违法 有没有违法 有违法 他才会去 抓任何人 是的 但是现在外面就说到 好像已经是发生了 是的 已经是 一定是有出个事了 如果不是就不会爆到这么大了 他制造了这样的现象出来 是的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是 就是头三个我觉得都不成立的 唯独是第四个 就是这个加速online safety bill 因为呢 其实在这件事爆出来那一天 Wikipedia就出来说了 就说他们如果真的立了法 他们是很大很大机会会退出的 是 然后Signal的 Signal的 话事人 也都上了Channel 4的电视台 和这个政府的高级官员 是有对质过了 那么他们也都说 一是加密 一是不加密的了 你自己选择了 没有中间的 但是政府就坚持说 是有得选择的 你可以加密了之余 又可以看到这样 总之两边 Tech company都说 一是加密不加密 矛盾大对决完全是 所以口同比 两个增加 一点意思都没有的 现在就是那帮Tech大佬 那帮科技公司要走 但是英国又不想他们走之余 又一定要立法 那么这件事 就是一件完美的 无中生有 而它可以逼 给压力 这些公司 你就要继续来到 我们是有一个 合法合情合理 正当的理由 要求你们这样做 你一看到 这样搞下去 无了期 又不知道真相 你们做了这些事之后 我们就不会不知道真相 因为我们查到的了 一定可以解决到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 感觉上那件事是会不了了之的 因为现在是找不到真控 也找不到受害人 也找不到举报的事主 其实他有了bank statement 他随时可以拿给警察的 对 他又说有信又有bank statement 你有交易纪录的 那你就查一下这个受害人 卖相的那个人 当时的身份 那个年龄 那你就知道 那个枪头应该指给谁 其实不难查 一想就想到 怎样查 那问题是 他是不是真的有心去查这件事 这件事是否真的存在 目前为止 大家都不知道 那只能够看 往后发展是如何 那我们讲讲第二宗新闻 那这宗就不是报纸卖的 是一个网友 就PM我 在他身上发生的 一个真人真事亲身经历 那他很激气 为什么呢 就话说他就网购 因为那时候 King Charles III登基 那时候英国出了一些纪念币 那他就在某一间 专买纪念币的网站那里 就找到一些 应该是official的纪念币 那他就买了一套 因为他觉得有纪念价值那样东西 那但是他当时买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这一间公司 究竟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 随属于政府的一个发行 正式发行机构 还是是呢 在政府发行的 譬如好像是post office 发出来的一些纪念币 可能他拿了200套 然后他就再炒价 卖给你们 他不知道 他看名字就看上去 好像很official那样 但是你知道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的 都会有一些公司 就做到自己的名字 跟official那间是很类似的 让你就觉得他是很official 这个是一个营销手法 但是这间公司的营销手法呢 就是非常之悲劣 而悲劣到的地步呢 我是没有听过 但是松太说有 我说完给他听之后 他说是有的 那是什么手法呢 就是他寄了那份东西 就是他买了那份 买了一个纪念品回来 那他放在那里 那他没有其他东西 买了就买了 买了就买了 我给钱买的嘛 那接着呢 他说是两个礼拜之后呢 他又收到同一份东西 嗯 那他以为他记错了 那他就没出声 那就是其实都会的 譬如我Armazon 收到一个电池 买了一个电池 那他又再寄多一份东西 那你送给我 多谢啊 对不对 多谢啦 我唯有说多谢而已 Anyway 在再过两个礼拜之后呢 他又再寄多一个来 同一份啊 都是同一份 对啊 又寄多一份来 那再 就是extra收到两份了 是啊 那接着呢 他就收到一个email了 email就说他呢 就欠这一间公司 就不知道几十磅这样 嗯哼 就叫他麻烦你尽快付款啦 这样 是 那他就很生气了 他觉得 怎么搞错 我什么时候有 有问你买过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你自己寄多了东西来 然后要差我的钱 嗯哼 那他就 他就去email回这间公司 问他 你究竟做什么事 你是不是记错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你要差我的钱 这样 那这间公司的email 那个回答呢 是令他 就是当堂眼都凸了 他说 哦 这样的 因为这个亲爱的顾客呢 我见你对我们这个产品 这么有兴趣 那所以我都会觉得呢 你是会更想要多一点 那所以我们就寄多了两个给你了 哦 你现在不要 没有问题 很简单的而已 你呢 就可以去post office那里 安排回这个寄送服务回来 游费呢 我们会负责的 这样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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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负责我的人就火都来了 怎么搞错 大佬 我都没有说要你寄来之后就冤我 执我要寄一张欠单给我 然后就要我呢 就再游记那样东西 说大佬 我不用花时间去做的 我听完 咦 这样都可以 他就问我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事 我说 我就没遇过 但是呢 我亦都对你的诸遇心表同情 你只能够寄回给他 但是我建议他都是用一个recorded post 一定 稳妥一点 大哥 一会寄他 他又说没收到 是啊 那家东西还要email跟他说 其实我不止寄了这个表 我还有一个on the way的 不过现在你说不要 OK 可以我stop了他 这样都可以 就是当你是subscription 是啊 其实是有的 很久之前已经听过了 多久之前 你说多少年前 我想十年前应该都有的了 十年前有 是有的了 是有个box 很小的那些box 你要untick的 他通常是怎样呢 就是你买了一样东西 然后如果你没有tick到那个box 他就会 每个月都寄一样东西给你 如果你within那个time span 你一不寄回给他 他就差你钱了 他就差你钱了 但通常都是不同的东西 不会一样的东西 我不记得了是一样 还是不同的 总之他就是不断寄东西给他 是啊是啊 就是寄了两三次给他 是有的 有这种方法的 但是我就是问他同样的东西 你有没有untick到那个box 就是subscription他那些newsletter 那些东西 他说他看得很清楚 他就是很怕会有寄这些东西 所以他特意全部都check过了 是没有tick过他才去买的 那这个website有些问题了 因为买coin的website 其实我自己也有个类似的经历 但是就没那么夸张的 我试过就是买了一个 也是纪念币英女王的 维多利亚纪念币 当时我的朋友就专门炒这些币 他说这个你买吧 这个很保值的 那是个金币 那我买了 我买了之后 他每个礼拜寄一本这么厚的catalog 在家里 叫你买了 是每个礼拜 我直接收到 这些纸不花钱吗 我是觉得很烦 去环保一点 是超级烦 我觉得我就打电话去跟他说 你不要再寄来了 那他之后就没有再寄来了 但是他除了寄那本之外 他是不断打电话来骚扰我 就问你要不要买 要不要买 就像层压式销售那样的状态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这些这样的币 你就不要和这些不是公司买 你和出Royal Mint 这类型的币公司 即Post Office 的Official的link 你才好好去买 但你其他这些 譬如买金也好 买银也好 买那些什么Coin也好 那其实全部他后面 无论你有没有贴的东西 他都会不断地骚扰你 他们做生意的模式就是这样 但是你说寄一些东西来 然后写你给钱这个 那我又真是第一次听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注意 千万不要中招 好了 那么今集的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铃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了 下集再跟大家见 拜拜